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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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健康 上班才多换钱 你有三个债是吗 现在五个了 蛤 有两个领养的 五个? 五个? 太够张大 天搞天王 香港是个新旧杂城 保留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十分有趣的地方 过年习俗很多 其中过年红包大放送 很是惊人 见人就发 金额小小讨个吉利 所以叫做利是风 利利是事 而四处讨红包叫做兜蕾西 你看这武馆的武师 四处向商家屋村住宅拜年 以前这个红包里面还有一块两块港币的硬币 那现在呢 因为通货膨胀 又怕人家嫌疾小气 这个质地有声 所以呢 通常呢是二十元起跳 那除了家中的长辈 你还要给那个未婚的亲戚朋友同事 还有小朋友们 那个刚刚的例子 你也看到了 这个小朋友没有见到面 你也可以由这个家长转交 另外啊 公司常常服务你的阿玛 社区清洁保安 您常常光顾的这个茶楼部长 阿杰阿瘦 那亲友带礼物来拜年 你也要封个利是给回礼 那这个他们的外用来侦查 你也要给个利是封 而且啊 最厉害的是 你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个香港的利是啊 是一路花到这个初十五 所以呢 也许您放大价 这个出国旅游的费用 跟您省下来的红包钱 可能差不多哦 如此派发下来 随随便便也要五十一百封 因为啊 通常一出手 就是成双两封 代表夫妻两 所以年末四名 四处收漏红包带 你看 多么惊人啊 银行一给就是五十一百个 连首日上班 老板发给下属以外 公司还得另外给个开工立试 不然啊 就要罢工了 对银行来说 数量如此庞大的红包 也可达到宣传效果 所以都卯足心思 精心硬制 希望顾客使用 许多商家商场也制证 红包带 珍奇斗艳 近年也有环保趋势 尽量设计可以循环 年年使用的红包带 连爱马仕也不能免除 他们在六年前猴年忽然推出了这个 而里面呢 是红包带 有十个 一对金猴 好 我们赶快来看看 爱马仕的红封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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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马仕 艾马仕 今年设计的牛年红封包 里面都有四字的吉祥话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 是什么字 哦 第一个字是公 那是什么呢 恭贺欣喜 恭贺欣喜 恭贺欣喜吧 那我们继续看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公 公 公什么 公 哦 哦 恭喜 啊 那一定是恭喜发财 还有其他什么四字 吉祥话吗 嘿 恭喜发财 大家 大家朋友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万事如意 牛年新大运 台湾习俗感觉很不同 大多数人好像只给家里人 第一次拿到台湾的银行送的红包带 哇 吓了一跳 里面只有三个 哇 跟香港这个起跳五十一百个 这个很不一样 不过当然可能种子不重量啦 那朋友们看到这么多眼花缭乱的红包带 你们喜欢哪一个 哇 我今年最喜欢这一个 麦当劳薯条红包带 不过很可惜 里面也是 就这么一个 难道他想要我每天都去吃薯条 哇 不知道